我想四五年級都比較聽話 爸媽說什麼都很少去違背 頂多翹個課已經覺得是十二不捨 學校的遠足啊旅行啊 我們都從來沒去過 媽媽說別去了去什麼家裡沒錢 其實六七年級的人比我們敢 膽子比我們大 五年級的絕對比四年級的年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